看看国家统计局公布 因为有一系列的数据 先说第四季的GDP 4%的好过市场的预期 市场原先预期就是 第四季的GDP增长 按年就是3.3% 现在增长4%是好过预期的 重复一次 全年的GDP增长就是8.1% 另外就是房地产投资 就是增长4.4%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就是4.9% 市场预期是4.8% 略略好过市场预期 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就是1.7% 这个数据就是大幅低过市场预期 大幅低过市场预期 市场预期是3.8% 现在只有1.7% 这个是说社会消费品 工业增加值就是增加4.3% 工业增加值的数据 略好过市场预期 市场预期就是3.7% 数据公布之后 内地的上证综合指数 就是刚才10点的时候 现在升幅收窄了一点 现在上证综合指数 就是升6点 到3527点 3527点 升6点 好 看看对港股的影响 恒指现在跌86点 到24,296点 国企指数跌49点 科技股指数跌32点 现货月期只跌113点 到24,274点 好 阿努 就有很长时间了 今年是一些叫做交工货年 就是说要有个实体经济 有个稳定状况 为何在第四季 A股也好港股也有比较差的表现 因为市场很担心 今年的GDP 可以放缓到一个大家不想见到的程度 或者一个好镜的数字出 有些在说全年GDP只有5%增长 会不会继续放缓到这个状况 市场就在关注 如果你看到GDP数字上 在第四季其实好过预期 因为在第四季 大家在害怕什么 限电限差的那些因素 担心转得很差很差 但问题就是好过预期 又不是差很远 市场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 我还很担心 所以我觉得港股也好 内地股市场我觉得第一季是一个沉底格局 近期短线来说是技术反弹 个别板块 可能说银行股那些 最多回回大部分的升幅出来 沉开底那些 特别弱势 真的弱势那堆 弹完就散了 还有信达 ATMHJ那堆 等等短线我觉得风险的数目都是不容忽视 所以暂时来说 市况我觉得最多都是可以炒股不炒私 但是因为经济数据 突然间港股行回一个大牛市行情 就 没去到那么乐观 至少 成例 我觉得 现在 说 其实 如果 会 现在 现在